Le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斯拉布對上波蘭的對決 這場比賽 算是我蠻喜歡的一場比賽 波蘭是我的愛用文明 好 那來稍微講解一下波蘭的能力 波蘭能力挖石頭的話會產生少許的黃金 那對於大部分的文明挖石頭 都是傷經濟的一個結果來說的話 波蘭挖石頭反而算是有一點補正經濟的效果 所以前期挖石頭也是蠻棒的 比較適合打塔弓喔 那如果他打封建塔弓的話 挖石頭經濟也沒那麼傷除外 還可以讓自己的村民回血 封建時代的話每分鐘可以回10滴 在封建塔弓的情況下 這個優勢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其他能力的話我們在後期我們再來講解 波蘭最大的特點就是他的大莊園 他大莊園在旁邊種田的時候 可以立即收成10%的一個食物 所以就代表說你每次撒田的時候 就可以比別人少種10%的 田的時間喔 而且還是立即給你食物 這個效果是非常非常強大的 好 那再來講斯拉夫 那剛剛講到農田 斯拉夫農田有10%的效率喔 那有人會說那跟波蘭的立即收成10% 跟效率農田10%是比較厲害 我個人是覺得波蘭比較厲害啦 因為畢竟是馬上直接給你的 但是斯拉夫的話他還是要採集喔 透過採集之後才會拿到食物 那直接給的情況下還是比較強一點 好 好 那稍微講一下斯拉夫的工程器 是比較便宜的 造價可以便宜一個聖主用 好 那再來是他的貴族鐵器 是一個近戰防禦最 蠻高的一個單位 可以跟那個條盾武士 快要批底的一個防禦力 非常非常的硬 可以說是騎馬版的條盾武士喔 好 他現在感覺叫條盾騎士 以前叫條盾武士 好 好 那我來稍微看一下 斯拉夫的一個地形吧 直接講地形 那地形的話 右邊看起來蠻好圍的喔 但是這個地區喔 稍微大了一點 而且左邊也是一個開闊平眼喔 如果斯拉夫想要靠TC聯訪的話 看要不要考慮把右邊圍死喔 然後這邊直接圍上來 然後我用這個TC聯訪的一個效果 好 來守護這個自己的領地 那雖然這樣子圍的話 用TC聯訪你的主金會在外面喔 但也是封建時代而已 那封建時代的話 就把這裡圍死 感覺會比較好守一點 感覺比較難打 如果要這樣子圍的話 果樹比較好 有點比較安全 好 那看一下波蘭 波蘭的話地圖右邊這邊 也算是蠻好圍的 那正面看起來 比斯拉夫好圍多了 但一樣都是要回一個非常大的局面喔 那如果波蘭要小圍的話 又更簡單了喔 如果波蘭小圍的一個結局的話 就是這邊圍到這裡 然後這邊圍一下圍一下 圍一下圍一下 好那就正面一個開口 就是讓他TC聯訪用的一個開口就可以了 好那就來看一下兩邊會怎麼圍吧 原來這場比賽其實我是沒有 應該不用說這場比賽 其實你們看的影片喔 我前面87%我都沒有看喔 我都只看到結果 誰贏了誰輸了 大概這種感覺而已 並不知道中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這也會比較讓我增加一個波蘭比賽的動力喔 畢竟每天新增影片也是 做久了也是會膩啦 但是如果這樣子的話 就會讓我覺得這個波起來 後來就要有那種新鮮感在 連我也不知道結局是怎麼樣 好 那我們來稍微看一下 欸 那我們剛剛說到的 波蘭確實這樣用TC聯訪比較好 那 有點小圍了嘛 那你到封建時代前 絕對是可以圍到好 因為如果你真的有在練單挑的人的話 你也知道不能圍 像這樣子圍圍到底喔 那你會花太多 村民去圍這個 木牆 所以導致你的經濟會有點跟不太上 那其實這樣子圍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馬上圍起來之外 那你的經濟也會很好 欸如果他直接趕進來的話 就會這樣子喔 直接被吃到有點殘血 那這邊殘血的馬進的話 其實意義也不太大 因為你的村民基本上是打得贏的 那也沒必要去擔心這個肉馬會幹什麼大事喔 所以這個TC聯訪開個開口的好處就是這樣子 好 那這邊斯拉夫選三棒棒 然後進化成裝甲步兵 那家裡的話 由於地形太爛喔 所以要打這個裝甲來拖一點時間 然後趁裝甲拖時間的時候 趕快來想一下怎麼圍喔 或者直接不圍 然後打強軍師也可以 兩種選擇 好那波蘭是看起來要選擇圍死 欸 這裡就被打出一個洞阿 哇 那波蘭這樣子很虧阿 正還想說 哇波蘭這麼穩 那個圍小 應該是沒事啦 結果 被打出了一個洞來 好那看來史拉夫 史拉夫加尼依舊沒有要圍的意思 那看來是有可能要打一個強軍師的想法 那打強軍師的一個好處的話 就是可以讓自己的村民喔 不用去蓋這些木牆 還有這個房屋喔 那可以更早 灑下自己的農田 那省下木頭跟採集時間 那農田的一領先的話 那你就會經濟差距會蠻大的囉 這就是強軍師的一個開局打法 但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像波蘭這樣子的打法 因為我個人算是 轉手為攻的一個玩家喔 就是我前期都是 全力防守 然後中後期用超強大的軍技 碾壓對手的一個玩家 所以我個人更喜歡像波蘭這位玩家的做法 先微小 先打一個被動式反擊 有機會就去弄對手加 這樣的概念 好那這邊 裝甲步兵看來已經宣告進攻失敗了 那我們這邊稍微快展一下 看一下兩邊怎麼打 好 看一下大莊園 這個大莊園補得好喔 我們看一下這個細節喔 這個大莊園就是要在旁邊撒田 那重新撒田的時候才會立即收成10% 那這樣子的話就可以直接立即收成 那你看他的肉就會跳很快 哇哇哇 從200出變得快到300 哇300多 所以這個立即收成10%的肉 都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好但是斯拉夫 由於前期沒有先為家的關係喔 那些木頭 都可以拿來種田喔 然後那個村民的採集時間也會比較 支援會多一點 所以這邊斯拉夫的支援很明顯 已經到了這個 可以上城堡時代的一個階段 那剛好因為斯拉夫這裡的進攻 有點算是小小成功喔 這個三隻裝甲 有點鬧到波蘭小小一下 那這邊有點 剛好順利黑跳城成功 但這個招式喔 你如果是新手的話 用這招很容易翻車喔 因為這個是黑跳城 觀念喔 其實是蠻 蠻嚴格的 因為你三棒棒一出去 你要控好你的三棒棒之外 你家裡的村民要一直控好 然後去一直去撒田 那你還要去掌握好對手的一個行蹤 那確定 你家裡斯沒有兵的情況下 你才可以黑跳城 那不然你隨意黑跳城的話 你可能一跳就跳 就跳樓了 就跳不上去了 就可能會瞬間打GG了 所以黑跳城現在也不是一個 高端局的玩家們的一個主流打法 他還是以那種封建小島小商為主 他還是會出點兵防守 像波蘭這樣子 出點兵防守 以備不時之需 那這邊由於斯拉夫已經上了城堡時代 那這邊變成奴兵的話會很危險 即使有戰寶也是守住的 那就要看趕快 欸這邊居然 是圍一個血的 而不是圍一個屏喔 哇這邊有防守意識喔 但是沒想到對方是來正面進攻喔 並沒有要打側面 那這邊雖然我預判 想要預判對手的行蹤 但是 對手預判你的預判 直接打正面 然後這邊聰明很多都殘血 然後這邊裝甲進來送掉 然後這邊TC直接開射 欸居然你們要走進去喔 這會走進去的話 可能會送光就死了 因為這邊戰毛 真的也會升級好 雖然現在是毛兵 好那波蘭現在最大問題就是 如果波蘭在這個時期是防守方的話 那他這邊很容易就會 因為一直打防守 然後導致這個大中原的這個 產量沒辦法變得很好 所以現在波蘭在上城堡 第一個首要目標就是 先開出TC然後去挖石頭 看要不要TC開在這裡 那趕快來把石頭挖起來 然後把城堡蓋起來 好防守一下 好自己大中原穩低起來之後 那個有殘寶之後 再底下這個貴族特權 就可以爆出便宜的騎士 那到底有賭便宜呢 是直接好像打6折吧 所以你的騎士的黃金喔 不用30 欸好像要30啊 就是要30黃金而已 這可能是比30黃金 比小公還要便宜喔 就像你出一個劍勇一樣 20黃金 結果你再加10塊 這個劍我突然會騎馬了 大概是這種概念 所以這個波蘭我很喜歡玩魚就是這樣子 他的玩法很多遍 避免那麼單調 而且就算不打騎兵 還可以再打這個工兵喔 好那波蘭 決定還是要把TC蓋在家裡 沒有儲蓄外面蓋 因為畢竟被騷擾到了 不然我想波蘭有可能 如果沒被騷擾的話 TC可以蓋在這個位置喔 畢竟這個石頭在這裡 也比較安全一點 也好挖 好那這邊斯拉夫也開了 2TC第三TC也在開了 家裡有的是天空熊 天空熊被射死 好那兩隻戰毛升級好之後 開始丟 兩隻能打贏四隻啊 唉唷好痛 看起來可以 這好像是有點高低打低低的傷害嗎 好像是耶 傷害滿明顯的喔 OK那這個戰毛就直接爽吃弩 右邊也是 好那確實波蘭也是把TC蓋在這位置 畢竟波蘭還是要挖石頭 才能打出他真正的優勢 只單靠挖黃金的話 並沒有打出太大的優勢 因為波蘭真的是挖石頭有城堡喔 點下這個櫃子族 特權喔 才會有那個 他真正的厲害之處 不然他就只是一般的馬虎而已 好那這邊對手斯拉夫 蓋下了頭車 但是不是一個前置BK喔 那個頭車是從家裡造出來的 那這邊有頭車的壓力戰 那要看一下波蘭要不要出一點騎士 拆解這個頭車 但是對手有出奴賓 可能要一兩隻的騎士喔 才解得掉這個頭車 那家裡目前還沒蓋出馬虎 那就來看一下要怎麼打 雖然是有蓋BK頭車也在造了 那有可能就是單純的頭車互丟 稍微小打小鬧 互解一下 好 來看一下這個頭車能不能騙到 欸完美沒在扣 直接擺給了一台頭車 哇斯拉夫這邊小虧 但是 第二台過來 欸有沒有 我以為這個是波蘭的 我想說奇怪那個車走會怎麼怪怪的 呵呵呵 他從這邊過來啊 上去之後再往右走 我以為他會從這裡過來 後面過來的頭車 好沒有關係 看一下這邊 唉唷 這邊直接被戰毛堵到一個屈辱 也被頭死了一隻 但後面的頭車繼續再出來 好 那波蘭這邊已經點下了彈道雪 這蠻特別的 打戰毛也是 欸這個要TD版了嗎 欸唷 直接被投了 連投出去的機會都沒有 然後那這邊斯拉夫有點被壓著 家裡打的感覺 但是這邊已經轉出了三隻旗次 然後二級馬卡也點下了 二級伐木兩邊都點了 都只有點這個一級農田而已 但是我覺得波蘭可以早點點這個二級農田 畢竟這個食物回收率還是相當好看 挺香的那一種 所以我覺得波蘭 我看有些高手玩波蘭 他們是不會先點二級 不過是點二級農田 真的是蠻有想法 好 在這邊看他駝車直接 想要砸光啊 不太可能 這騎士乖結 那這騎士殘血剩兩滴 那這邊波蘭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但應該也不想注意了 因為覺得再不跑可能要送光了 家裡蓋一下修造院 然後由真女來防守 好家裡繼續補下更多大莊園 那大莊園其實造價也不便宜 125木 但是他有一點補證 就是蓋一個大莊園會增加五人口 算是一個防止的概念 那這樣子也算是補證了他的一個 25木的一個缺點 多25木的缺點 好來看一下這邊 騎士是不是要送光啦 雖然騎士是康克戰矛的 但是血量太少了 一直被打一滴也是射掉的 OK再造一次 能造到嗎應該沒辦法 因為剛剛開頭先造的是殘血的騎士 並不是這一隻 所以這應該是造不到 OK確定也造不到 好那斯拉夫已經出了七隻騎士 相當相當的多 這個數量有點難打 這個 哇靠這個騎士 海帶出啊 肉量破千啦 真不愧也是有食物加成的一個文明喔 斯拉夫也是蠻適合親手去選擇遊玩 但是又比一般的馬國更有趣一點我覺得 比法蘭克來說更進階一點 斯拉夫也不算是一個 比較 打法多元的一個文明喔 因為一般的文明來說的話 並不會把工程器當為主攻 但是斯拉夫就可以把工程器當主攻 因為他的造價實在太便宜了 那一般馬國來說的話 又沒有像斯拉夫這樣子工程器可以當主攻的一個情況 反而是斯拉夫 打法非常多便 有那個貴族鐵騎 還有這個工程器 工程器之外 還有這個王者四重 這個步兵可以造成擴散傷害 打法也是相當多元 但我也確定就是 他的騎兵 他的騎士是沒有遊俠 所以打到後面喔 通常高手們還是會出個那個 貴族鐵騎 去取代這個遊俠的地位 但是貴族鐵騎要出的出來也是蠻困難的 別人貴族鐵騎也是需要城堡 而且造價非常貴 好像要80斤吧 哇那個斤量非常非常的貴 反正就是 一般人是出不太起 而且如果你一開始要靠這個馬來打的話 雖然也可以出重裝啦 但是就是 打到後血很容易會後繼有力喔 雖然前期還是有這個 農鐵的加成在 但是 貴族鐵騎終究還是比這個 重裝騎士強一點 然後那這邊肉馬 大量肉馬直接進來燒了 斯拉夫在裡面 沒有打算要拘出這個重裝了 好這個肉馬殺了蠻多的村民 我選村民術 欸好像也在殺了四村左右 哇這算得還蠻不錯 OK那這邊再來進來 這邊進來直接硬卡 這邊重裝的 欸不是重裝 這邊一般騎士的數量非常非常多 好直接一個大量的收村 院家裡並沒有擊兵 哇趕快速點錘兵來防守一下 不然就會受不了 好這邊等一下平走之後 可能是要來打算爆這個 大量便宜的騎士嗎 但是 欸 看來這樣是沒錯了 這邊有更多的馬就正在蓋 然後大莊也在繼續灑這個農田 但是肉量還是蠻少的 只有二十幾的農田 因為家裡還在被鬧 所以這個村民還不能被放出去 放出去還是會被砍 好正面的話還有城堡的威脅 而且有奴兵在這邊做前射 導致破爛後面又要繼續往後拉 好那斯拉夫看起來蠻穩的 怎麼感覺好像要秒殺啦 好那目前村民數是 105吋對上121吋 那破爛點下二級馬就 那TC往後蓋了一下 那這邊已經不管大莊園了 先灑田再說 如果肉量趕快要拉起來 才能趕上 對手斯拉夫的一個肉量 好那 目前斯拉夫已經到我帝王時代了 但破爛這邊肉量完全沒辦法點這個 帝王 感覺真的是有點被壓著打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到底破爛要怎麼扛這一把 好那大量的 戰毛 還有少量的水兵過來 那大部分都是生綠喔 生綠來打肉馬的話有點難打 看好不要先跑一下 不然肉馬直接收掉生綠有點虧 因為生綠也是蠻貴的 500斤 這裡有5隻 好那這邊水兵順利了 敲完 馬 好那這邊騎士 直接開始爆出來了 好 斯拉夫 意識到家裡有點危險 馬上在提器附近 蓋了一個城堡 好那目前看起來用這一些 騎兵喔 稍微有騷擾到 斯拉夫的感覺 但斯拉夫已經定用10代了 最近投資金已經準備好了 那怪獸鐵奇也出來 稍微防守一下 效果相當不錯 好來看一下 這個怪獸鐵奇 防禦有7喔 哇非常非常的頁 那這邊的話 只能打到4滴而已喔 騎兵砍一下只能打4滴 11攻打7防 真的是很硬啊 怪獸鐵奇 好怪獸鐵奇 直接硬扛 但是這邊又有更大量的騎兵 過來直接解掉巨瓶頭司機 那這裡的城堡應該是 沒問題就可以守得住了 那看一下要不要找機會 點下這個帝王時代喔 哇你們看這個便宜的騎士 非常非常的省 點下這麼多的騎士 還有1000多肉啊 那這裡可以靠一下買賣 來把這個木頭賣掉 或石頭賣掉 然後去上一下帝王時代 然後再繼續出這個騎士 哇 波蘭板被壓著打的情況下 再來一個城堡打帝王 好像還打得綽綽有餘 但是這邊卻沒有打算 要直接升帝王喔 反而是點下更多的騎士 想要來做騷擾 跟反擊 好但是肉又回補得很快 哇又回到1000多肉了 但史拉夫這邊好像有點慘 這邊有個大對決 史拉夫貴族鐵奇非常勇猛 直接敲爛波蘭的馬 哇 波蘭的騎士好像有出 跟沒有出一樣啊 打這個貴族鐵奇完全像是燒養一樣啊 哎呀 波蘭的騎士 終究是便宜 沒有夠抖啊 貴族鐵奇雖然貴 還是又打出他的價值出來了 好 大量的貴族鐵奇 直接 撿了過來 喔 哇 難怪你們要升帝王啊 哇 衝車按了這麼多台 欸 原來是要直接硬剛正面喔 但是你正面打不贏欸 波蘭 你正面沒有出幾兵的話 你要怎麼打呢 這個正面只要怪族鐵奇過來回救 基本上就輕鬆一體手了 那這邊衝車應該是全部送光 可能會瞬間 瞬間GG嗎 好那這邊騎士直接上來 易營打 但是怪族鐵奇數量非常非常多 紅車基本上過來 都是在白給的一個狀況 大量騎士在過來 想要用人海戰術碾壓 但是好像有點效果嗎 但是 欸為什麼斯達夫你 慫啦 好 因為看到對手突然已經拉了僧侶過來 所以要聳一下喔 怕被招響 那這邊要手動的底下來 射這個僧侶比較好 可能確實有射掉幾隻僧侶 那這邊僧侶還在繼續前壓 躲到了城堡下 那這邊城堡下的話 就是這個城堡的死角範圍 是並不 並不能射得到 這個僧侶的 好那 城堡繼續被這個衝車底 那看來知道掉了 更大量的騎士在淹了過來 哇賽 三隻騎士 把暗這麼多 還可以點帝王阿 這就是我 我熟悉的波蘭 OK 好那斯達夫也是打得非常非常緊實喔 雖然自己有一個時代優勢下 但是分數已經被波蘭反超 其實自己也是有點 人心惶惶 明明我時代贏的 但出貴族體系也能打得贏 但是為什麼一直被壓制打的感覺 好他應該也覺得心裡怪怪的 感覺情況不對 好趕快先守到 第二道防線 雙寶 之下來防守 好那這邊再 蓋下更多的城牆 欸他真的是 他真的很怕欸 哇三寶前線防守 但是這邊波蘭繞了大量的起面往左邊跑 然後這裡並沒有城牆可以擋住 直接溜了進來 這裡沒有蓋城門嗎 欸有蓋 欸但是這邊還有一個洞 能再蓋得起來嗎 嗚 這裡還有一個洞 完全守住了 OK 那這邊 可以再拖點時間 效果就會非常好 好那這邊怪主鐵星已經生好精銳了 攻擊力14加2 而且防禦變成8加3喔 進防11 騎士是12攻 進防11 代表什麼 打怪主鐵騎 只有一滴啊 哇但是右邊有個洞 直接鑽進去 而且城門也開了 完蛋 好那這邊波蘭騎士 直接大量的 雙多重分線 這邊想要鑽上面 但是被怪主鐵騎 直接鑽到陣子 有一部分的騎士已經被 送的差不多 而且這裡還有城門就繼續堵住 這裡的騎士應該是四種光了 後面還有怪主鐵騎在追趕 好大量的騎士過來 來砍這個村民 而且效果還不錯 右邊的話 又繞了一些騎士想要來騷擾 但是好像沒有在扣等關係 所以大部分的騎士 都是一再一個白給狀態 那看起來的話應該是沒救 這個騎士 一直遇到這個怪主鐵騎的話 怎麼打都是一滴的 哇塞 但是這邊 直接產了12個馬就 狂產這個 騎士 然後這邊取消 先剩下重裝騎士之後 還有中甲 升級 然後再繼續點一下這個增兵技術 那這邊 二級農田沒有點 忽然這邊 最好是 趕快點這個農田技術會比較好 這邊點到三級農田的話 這個直接回收肉量的那個 肉的話會更誇張 直接好像收成32肉吧 我已經忘記了 30還34的樣子 哇這個肉量非常非常誇張 好當然是這邊 波蘭有破 鎧甲的 法寶 這個 奧布奇 垂冰 來看一下這個 貴族 鐵騎的防護率喔 一直在降一直在降 哇 變成0防了 8-8 3-3 直接變0防 貴族鐵騎 但是威力還是很猛 直接打贏了 對面 波蘭正面的 重裝騎士的一個進攻 應該算防守 但是這邊剛剛由於沒有變身好 大部分的騎士都是在 在變身前就被收光了 雖然現在已經變成了重裝騎士 但傷害是有點低 攻擊只有14而已 但是貴族鐵騎的傷害還是很高 而且防護力依舊很堅挺 大量貴族鐵騎直接淹了進來 那這邊沒有垂邊的話 可能是打不太動 哇這邊波蘭 有點慘 沒有點3攻 真的是打不太贏 雖然就算點3攻也是打不贏啦 我覺得 這個防禦11喔 真的是有夠硬 防禦11 重裝騎士14 你打在地只有3滴 你就換點3攻打一下也只有5滴而已 真的是不好打 好 那斯拉夫點下3級農田跟3級伐木 那大量的奧不齊垂冰 開始在頂 而且這邊也是金瑞奧不齊了 金瑞奧不齊的話 那他這邊的傷害又可以再突出一點點 而且依舊還是可以破防的 但是唯一的確定就是他的跑速很慢 那有個機會點一下跑速會比較好 好奧不齊直接上來硬敲 但是貴族鐵騎傷害是很高 並沒有太大的效果 我覺得直接打這個 擠兵可能會更好一點 但是由於現在沒有轉出 軍營的關係喔 要出這個擠兵 也來不太急 只能靠這個槌兵來扛 但是槌兵數量依舊還是打不贏這個貴族鐵騎 哇這貴族鐵騎真的是有夠硬 硬到有夠難解 好那波蘭直接打出了GG 來看一下 那波蘭感覺上是輸蠻多的啦 可能沒有辦法 因為畢竟貴族鐵騎真的是硬扛的傷害實在太強 好看一下經濟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到底是輸在哪裡 經濟部分看起來是沒有輸太多的 那我覺得是 賓總選擇上出的問題 而不是經濟喔 來看一下經濟 那確實看起來經濟確實不是問題喔 波蘭的 木頭 只差幾百木頭而已 食物的話 反而還領先斯拉夫兩千肉 那黃金也才領 也才讓斯拉夫領先一千而已喔 所以這確實不是經濟造成這把輸的 而是波蘭沒有轉出幾兵來去反制 對手斯拉夫的一個貴族鐵騎喔 那只用大量的重裝騎士去打 或是一般騎士去打這個貴族鐵騎 正是在抓癢喔 怎麼打都是一滴喔 所以導致正面潔潔潔敗 基本上兵都是在白給的 而且燒啊 也被對手的貴族鐵騎也抓到正著 基本上也沒有太大突出的一個打擊效果的感覺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